台湾最大的户外音乐活动 墾丁春浪音乐节 3月6号举办了发布会 歌手张振月 陈其珍作为嘉宾到场驻镇 平常很喜欢冲浪的张振月 每年都要去墾丁度假 可是这次呢 作为活动的现场嘉宾 张振月却表示 未来将会减少户外活动 我其实从很久以前 就在那个墾丁那边 就很多那种festival 就去玩这样子 也玩了十几年 那唯一呢 比较困扰的是 小弟我就是 可能认识的人 比较多一点 就不能 有时候就不能去外面 这样逛大街啊什么 以前还不红的时候 还可以去那边玩啊 那现在都 而且人又多啦 林强多年来 一直在墾丁度假的张振月 这次作为嘉宾歌手 参加音乐节 却反而得减少 抛头露面的机会 这对热爱户外运动的他来说 还真有些委屈 不过虽然自己不能到外面玩 但要说到在墾丁 应该怎么玩 张振月立马打开了画匣子 推荐的行程 当然是加热水冲浪啊 对啊 行程当中是南湾 南湾我有个朋友叫阿飞 他开了个阿飞冲浪店 大家可以去